疫情擴散 18樓C座的周老闆 祥嫂 三菇 阿雄 也就是我们的金刚叔 梅姐 煲领姐 相计确诊 我们全组同事 需要再加隔离一段时间 不能够回电台录音 很多人会问 那周记茶餐厅会不会停业呢 怀拉表叔 在遵守防疫规定的前提下 周记上下 包括祥嫂 后获阿茂 当然要自我隔离 不过 我们18樓司座和人深信 在这个艰难时刻 我们有责任继续坚守崗位 因为 18樓司座自1968年啟播以来 风雨无间 为市民发声 这个 是我们的传统 也是我们的信念 所以 虽然我们每个同事 和很多香港人一样 因为种种情况 现在需要再加隔离 我们会尽最大的能力 在家里 继续维持这个 和香港人一起成长 一同呼吸的广播剧 接着下来这几集 声音质素不是那么完美 希望大家体谅 我们会坚持到底 最后祝我们的金刚叔 梅姐 煲领姐 早日康复 祝我们的香港 早日康复 十八楼司座 编剧 道赞 监制 冯志峰 我要活下去 是由金刚 陈慕言 李錦 冯志峰 陈聪 聪 联合播春 半夜三点几钟 谁个人这么晚打电话来 不是啊 是刀仔 喂 喂 梅姐叔 你在隔离房 你睡了没有 刀仔 现在是半夜三点几 是正常人都睡了 是 我知道 但是我们的家人不正常 整间家人都要强势家具隔离 你睡吧 我们还要这样熬几天 如果继续是这样 神经那么紧张 夜一夜都睡不了 我怕你撑不到多少天 我就是急得撑不到 所以才打电话过去给你 喂 你需要再起床去厕所 你不是吧 半夜吵醒我 就是叫我起床去厕所 不是叫你 是我自己去厕所 你这么大个人 要去厕所就去 关我什么事 哦 拉表叔 那些专家说 家居隔离要避免接种 免得你惹我 我惹你 哦 哦 我明白了 我不用去厕所 你去够了 我鬼死这么睏了 你去救救他吧 我鬼死这么睏了 你是不去的嘛 那我去的 那我去的嘛 对了 不说了 那我提醒你啊 我用完的厕所呢 还要烧烦毒的 或者呢 要整十几分钟的 未来这十几分钟呢 你真的不用去才好啊 哈 哎呀 你别这么吵气啦 我顶得到天亮的啦 一会儿如果你再要去厕所的 你都不用打电话给我的啦 哈 就这样啦 唉 都没够五点 又哪个个打电话来啊 哈 又是你刀仔啊 喂喂喂 拉表叔啊 你睡了没啊 哈 你还闻 当然睡了啦 哈哈 不好意思啊 我睡不着啊 我听得出 要不然 我跟谁在聊天啊 我刚才去完厕所 越想越睡不着 那越时就起床 写了一篇东西给你咯 哈 你这么晚写东西给我 唉 拉表叔 我周旗在湾底 做了几十年 都没试过今次这么洁派派的 舖头上上下下下下要家居隔离啊 人人都要做检测啊 唉 那又怎样啊 你是否想由一九六八年开始说啊 我敢任势 是 我是因为想呢 但检测完之后啊 周旗茶餐厅是怎样重振洪峰 想到睡不着啊 是吗 那你想怎样啊 嘿 我都说了 我写了一篇东西给你啊 麻烦你明天做呢 就给我看一看他 然后呢 再打电话呢 给几个街坊 跟他们参长一下 看看这样做啊 行不行得通咯 刀仔啊 周旗重新开门之后的安排啊 都不用漏东西跟我说的啊 明天说也行的啊 哎呀 你不说话呢 我通宵没睡啊 那我明天啊 难道不用睡啊啊 蛤 你明天要睡啊 喂 那我呢 我现在就不用睡了啊 拉表叔 你还年轻啊 要趁年轻就博杀的嘛 睡这么多干什么呀 那篇东西我就放在桌面 你明天看完之后呢 就找你街坊 浸浸它啦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哎呀 那我睡了没有啊 是 睡了睡了睡了 哎呀 这些年轻啊真是 都不明白你搞什么鬼呀 睡了一会儿都说不行的 好了好了 晚安啦 哎呀 被你吵醒几次啊 现在都接近六点啦 真是不放不早安啦 喂 喂拉表叔 谁叫我们和周老板一场街坊嘛 他写下了什么鬼呀 你儘管说吧 是啊 是咯是咯 帮得到的有什么所谓呀 喂 慢着 继续这个电话会议之前呢 喂 拉表叔呀 肥佬和长嫂呢今天怎样呢 你和刀仔他定哦 没错 哦 他是有两声咳 但是胃口都不知多好 吃完大一大份早餐 就回了入房再睡过啦 只要是长嫂呢 没错把声还有一点沙 幸好检测的结果是阴性 他叫大家放心哦 哦 那就好了 喂喂 拉表叔呀 那你呢 你 你有没有事呀 三姑呀 多谢你关心啊 检测的结果呢 一样都是阴性 相信只要隔离了这个星期呢 就可以在周记见到大家的了 喂 说到底呀 肥佬前世都不知是什么人来的 怎会有人在家居隔离期间 不好好地休息 让身体尽快去复原 反而呢 还出行力哦 想定周记重开之日呢 怎样可以做多些生意的 哎呀 肥佬周这些东西 哎呀 不是真真正的百分百的发展行啦 刀仔吩咐下呢 说周记重开之日 会加多一份生意哦 大家合作些少 就着他的构思 给一点点意见 大家知道啦 一会儿他睡醒 我还要跟他回报 跟大家谈完之后的结果的嘛 嗯嗯嗯嗯嗯 那阿拉表叔呀 言归正短呀 老爸他想到什么 绝世好巧呀有 三姑呀 绝世好巧就不说的 只叫做好过没有而已 哎呀 正所为呀 哦 商业难路呀 大家没有留意呀 周老板他呀 他呀 抓最织 烏鹰拍呀 在周记周围这么拍呀 哎呀 怕死呀 以后两个星期啦 哈哈哈哈 哎呀 又是呀 刀仔在香港做了几十年生意 又怎会想到会有这样的一日呀 哎呀 不过话实话 我感觉他还是很积极的哦 正如他说 希望可以绝地反击哦 哦 绝地反击 哦喂 哎呀 大家没觉得肥佬他很不妥的吗 有什么不妥啊 喂 现在还是新精头哦 那就是春天啦 春天哪里有蜗鹰给肥佬拍呀 哈哈哈哈 哎呀 你这么说也对啊 既然没有蜗鹰 他都照拍呀 哈哈哈哈 周老板他是不是出现了幻角呢 哈哈哈哈 看到蜗鹰呢 可能是刀仔的幻角 但是周记生意拍蜗鹰呢 就珍珠都没那么珍啊 刀仔他说 特区政府虽然没有蜗鹰之名 但是查实对部分人呢 都有蜗鹰之神 这个月24号之后啊 市民如果没有接种疫苗 几乎哪里都不用去 生意一定会进一步受影响啦 是咯 是咯 我劝极我老爷啊 他都不听 他一心都没去打啊 哎呀 看来呢 但是他到处都不去到啊 哎呀 三公 你那只老爷子这么大个人啊 哎呀 是选择不打而已啊 宁愿摊在煲床上啊 关人什么事啊 总之呢 24号开始 没有接种过疫苗 所有表列处所通通都不能入 政府还扩大了部分表列处所的名单 由本来呢 十七个一家加到二十三个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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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增了六个 包括了就是忠教场所啦 是吧 商场啦 包括公司啦 街市啦 市集和物化认屋啦 大家知道啦 因为食环街市啊 要怕安心出行 很多街坊都情愿不入 走了去光顺食环街市附近的店铺嘛 哎呀 我老爷说 很多人怕用安心出行入食环街市呢 是因为呢 怕留下了多久 万一有人送了丁呢 就要被连累 是被当局隔离啊 结果食环街市呢 水性鹅飞 但是周围几条街的店铺呢 就人头涌涌啦 哎呀 真是摸啊 肥佬州都不行啊 真是 他们黏了哪条筋就有 用安心出行 目的呢就是 万一跟中招的人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出现 就可以通知到你啊 啊 你去光顺不用用安心出行的店铺 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人的记录啊 那肯定不会被人隔离啦 真是 哎呀 这样做就只是掩耳道灵而已 以为不入食环街市就会安全点 正正是要出入多几家人头涌涌的店铺 才买得齊一日的送菜 中招了也都没人知道啦 也都没法指通知到其他人的哦 哎呀 真是说出来都牙烟了 哦 喂 拉表叔 肥佬他就是因为这样 想到有商机啊 哎呀呀 拉表叔 拉表叔 周老板想到什么好夹啊 只要有钱赚的 因为我啊多 举个赞成啊支持啊 总之啊 约我一份 拉表 宣子声明啊啊 钱啊 我啊多就出不了了 但是出力了 我一定没问题啊 哎呀呀 多叔啊 你别暂乱哥病先啦 拉表叔啊 我肥佬的那套是怎样的呢 你快点说来听下先啦 哦 刀仔想着呢 在周记做了外卖送菜包生意哦 我还猜是什么绝世好巧啊 啊 很多超市啊 都有送菜包卖啦 没错 超市是有送菜包卖 不过24号之后呢 有人连超市都进不了呢 刀仔说 周记横店每天都要预备不同几款套餐的了 他说一于呢 在买料的时候就买多些 一次过洗埋 切埋 兼叶埋 真的不多得多少功夫和成本而已 但是呢 就可以叫厨房 收拾三几十份来做外卖 大家可以买回家 简单地煎 蒸 或者煮一下就吃得了 大家说有没有得想呢 那大家不如直接买外卖 还干手正脚啦 辉仔 你以为人人都学你这么没生活情趣的吗 夹夹买买买了年纪外卖回家 你以为不厌的吗 买到回去 冻了不再说啦 天天对着饭盒 好闷而已 即使外卖回去转到碟里 始终的买相 都肯定是差点小的 嘿嘿嘿嘿嘿嘿 哎呀哎呀 给着有人陪我一度 买几个菜回家 玩一下煮饭仔 都不知多爽啊 嘿嘿嘿嘿嘿 刀仔说 周记胜在呢 可以盯着街市 每天哪些东西又便宜又漂亮的呢 可以天天更换菜式 只是这样啊 都灵活过超市啦 哎呀 拉表叔啊 那老修这些又说得对哦 即使我的老爷呀 肯离开铺床 下街买菜 很多地方啊 譬如街市和超市呢 他都进不了啊 他没有打针啊 对吧 要他走远街边 插几间兔头啊 啊 才买齐那些料回家煮哦 风险又真是很高的哦 但是他走过周记门口啊 都不需要进来 就可以买两份外卖送包回去煮了哦 是不是很方便呢 啊哈哈 听起来 簡直是有得想啊 真是 刀仔呢 他还有第二招的 他说打算推出 每份一百元的豪华下午茶餐 啊 哎呀 哈哈 哎呀 周记这样的装潢 买一百元的茶餐 嘿嘿 哎呀 有什么给人吃呢 喂 周记的下午茶一向都是三四十元份的 突然加价一倍都不止哦 有没有人帮顺的啊 是咯是咯 一百元哦 比晚餐更贵 哎呀 三姑 刀仔说 他一说出来 包大家拍烂手掌哦 他说 这个季节限定茶餐呢 一定要预订啊 就这样走进来想光顺啊 呵呵 怕招呼不了啊 哈 又玩季节限定 喂 上次我和阿独叔吃盆菜已经招呼过东西了 这次我怎么都不会上当啊 嗯 周记的茶餐有多厉害啊 又怕会招呼不到的 哎 三姑 真是怕太抢手招呼不前啊 刀仔他想着呢 每日只提供三十份 因为要和人拆掌 周记都没什么钱赚的 不过志在呢 在开回档之后 用来省回周记的招牌咯 哎呀 别这么沉气了 那阿狼叔你说一说呢 有什么吃就更好吧 喏 和现在周记的下午茶餐呢 是一模一样的 喏啦啦啦啦 我都说了肥佬啊 是没有那么好以便啦 咏啦 哎呀 周记喜不如还比华寅營 照舊吃这些东西 那又佣多了成六七十元 周叔呀 刀仔说呢 表面都是原来ABCD那几餐 但是单位就吸引了 拉表叔 就算再送多杯雪糕了 或者啫喱好味 那怎么也不值六七十元 听起来 周济季节限定下午茶餐 单位是奉送日式剪发服务 开到整行整市 那只QC剪发服务 不是啊 光顾下午茶餐 接着送剪头发服务 喂 有没有搞错 政府不是要非法普和美容院停业的吗 喂你周济竟然 正正啊 是政府宣布将非法普和美容院 纳入表列署所当日 非法普门口就即时大牌壮龙 还不知何时重开 刀仔才有这个构思嘛 谁说食肆只可以吃东西 不准做其他东西 针对饮食场所 五九九章只是明文禁止 不可以提供现场表演和娱乐活动 哈哈 肥佬周 是打算那些客人在周济季的餐 就可以坐在一边 享受免费展发服务啊 是啊 还有不进食的时候一样 顾客享受这一项免费展发服务 全程必须要戴着口罩 所以并没有违规的 哇 这样也可以啊 哎刀仔说什么不行呢 人家的健身院啊 够将那些器材抬到公园和街边 给那些会员做运动啦 老实说啊 灰仔你和岳叔在周济享受下午茶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呢 你愿意给岳叔给你剪头发啊 那只是两个人一台而已嘛 那周济又不反对了 那你们真是不犯法的嘛 哎呀 虽然未经验证 理论上是真是可以的啊 发言思上碗跟你剪也好 啊 若在公园跟你剪也好 只要不违惑限聚令 和跨家庭聚会的数目 根本呢 就没有违法的 啊 那他他条条 在周济吃完个餐再剪了啊 真是 啊 真是有得想啊 哎 我没有牙三哥不懂那么多 我只知道啊 啊啊老爸他呢 根本可能不是中了新冠啊 而是不知道他贴了哪条根啊 十八楼司座姐 我要活下去 经意播放完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